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专家多方考证 最终确认这是一种来自两亿多年前的古老物种 叫后虫 因为它比恐龙出现的还早 而且还见证了恐龙的兴衰灭亡 还有个别名叫三眼恐龙虾 令人费解的是 这种生物是如何穿越亿万年存活至今的 又是如何出现在来寿村的道天里的 它的出现又会引起哪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来寿村地处四川省鹏州市西南部 距离成都约三十五千米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因为道天里出现了一种长相怪异的生物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令人称奇的是 这种叫后虫的生物不仅数量惊人 而且只在一块水田里集中出现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当地理中国社制组随同专家前往来寿村考察时 原本随处可见的后虫竟然全部人间蒸发 消失得无影无踪 细心的专家经过一番搜寻后 从田里找到了一些构体 那么这些幼体会不会成为 揭开后虫神秘出现和莫名消失的重要线索呢 专家将这些幼体精心养殖了二十天 现在这些小家伙已经脱胎换骨了 在这期间 专家也监测到了这个物种的每一个变化 正如之前的猜测 与蛇依靠褪皮完成生长一样 这种生物也是靠脱胶来延续每个生命阶段 三眼怪每五天脱胶一次 体肠成倍增长 而且数十对腮足兼具游泳和呼吸的功能 虽然三眼怪已经得到证明 但未解之谜仍然层出不穷 农药残留 致是田里的后虫全军覆没 前往博物馆图中 三十几度的高温便让两只活体命悬一现 而全村捕捞养殖的结果是 只有两户人家的后虫得以存活 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种生命个体较为脆弱 并且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那么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导致后虫死亡呢 专家将目光聚焦在水体环境上 为了验证不同的生境 对后虫的生存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专家将在这里做一个水质实验 现在我们把它们放在四种水里 看一看它们的存活情况 现在是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你看原产地田块里边的水 看来没什么变化 还是很活跃的在游动 这个不行了 这个已经冻 一冻也不冻了 这个自来水里边的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自来水里边的 这个也不冻了 这个是放在活道里面水的 看来活道里面的水也有污染物 不适合它的生活 三泉水里面还是活的 看来直接从山上流出来的三泉水 还是挺清洁的 专家告诉我们 实验结果表明 后虫对生存环境的水质要求极高 自来水对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那么 这会不会是绝大部分清民养不活后虫的原因呢 那么成功养活后虫的人家用的又是什么水呢 在走访中我们得知 除了成功养活后虫的两户人家用的是田块里的水 其余村民用的都是自来水 这印证了之前的实验结果 那么自来水与田块水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当地村民跟我们反映 有很多人都在田块里捕捞过这个后虫 但是捕捞之后呢 他们放在家里的自来水里养的 结果全部死了 我们来接一点自来水 看一看究竟原因是什么 我们首先采集了村民家里自来水的水样进行现场测试 酸性的 经过检测我们得知 自来水的水温是23.1摄氏度 酸碱度PH值为6.64 属于偏酸性水溶液 那么后虫可以存活的田块里的水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它的这个酸碱度偏碱性 测试后我们发现 田块里的水和自来水的水温 矿化度等指标相差并不大 差别最大的数值是酸碱度 田块里的水属于弱碱性水溶液 而自来水呈现偏酸性的水质 那么如此不堪一击的小生灵 为何能躲过两亿年来的各种地质灾难 在恐龙等大部分古老物种都已灭绝的情况下存活至今呢 专家认为要解开这个物种延续至今的谜题 先要见证幼虫孵化之前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生命初始阶段 于是考察组再次来到发现后虫的那块水田 专家推测 后虫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每年出现 就是因为成体在死亡前 将卵保留在了田块的淤泥里 这样即使田中的水干呢 虫卵仍然可以保存完好 在第二年注水时便能顺利孵化 那么这种推测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专家推测 这虫卵就藏在淤泥里 不过虫卵很微小 而且还跟泥土混为一体 用什么方法取出被泥土包裹的虫卵呢 专家决定采取淘金法 什么叫淘金法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大家看我前面准备了好多工具 这些泥土呢在这儿 好 放在现在这个筛子上 然后接下来呢用水啊 一遍遍地淘洗 这笔重小的颗粒呢 就会被冲掉 最后呢留下的就是 现在剩在表面呢 这些笔重比较大的了 这种笔重大的颗粒 就好比是厚虫的卵 因为卵呢是由这个蛋白质构成的 并含有一定的水分 笔重呢会比一般的沙粒要大 理论上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么在现场 这虫卵是否真的存在呢 即使存在的话 在面积几百平方米的田地当中 寻找微小的虫卵 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分别在田外的出水口 进水口和田中间取了些泥土样本 我这样先进进出 我的淘洗 经过多次淘洗 最后专家在进水口的泥土中 有了客气的发现 看到了黑色的 又找到一粒 在自然环境下呢 像这么大一片田 虽然只有六分地 但是还是几百个平方米了 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找卵呢 可能就是有点大海闹针的感觉 但是呢 咱们今天运气特别好 找到了好几粒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粒 七粒 大概十多二十四吧 虫卵的发现 验证了专家此前的推测 这时 专家又注意到一个奇特之处 发现虫卵的地点 与之前发现后虫右体的位置 惊人的一致 都是在水田进水口附近 那么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只有这里 能够保存这种生物的生命信息呢 后虫妈妈很聪明 她把卵产在了整片水田 最低洼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水往低处走 她考虑到环境再恶劣最低的地方 相对它的湿度也会比周围高一些 经过专家的解释 我们发现 后虫在繁殖期时 对产卵地是经过用心筛选的 进水口不仅是水田最先有水的地方 还因为水流的冲击 成为整块田里最低洼的地方 容易存水 这就保证了 遇水激活的虫卵 在此能够充分孵化 专家告诉我们 眼前这毫不起眼的黑色虫卵 却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 就是它 存储了三眼怪的生命密码 保留了亿万年的生命信息 当它遇到干旱环境的时候 它产下了卵 大部分都是需要通过休眠 才会再次孵化的 所谓休眠就是 那个水干了以后 干了很久以后 然后要等到下一次注水 才会孵化的这种卵 就是休眠卵 现在我们就这样 然后什么时候 或许过很多年 我们再给它水 它也能活吗 对的 有试验证明 它能够在干旱的环境里 成活至少25年 那也许还能成活更长 专家告诉我们 自然界里有一些物种 在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 会转化为 另一种生命形式 继续存活 比如桃花水母 在水体环境受到污染 或者不适合生存的时候 便会以水吸体的形式存在 这种隐身 可以持续上亿年 而一旦条件合适 它又变回桃花水母的模样 在水中任意遨游 而后虫却依靠 另一种保护模式 虫卵的休眠期 来完成生命的延续 在自然环境 极为恶劣的时候 在水体环境即将干涸 或遭遇污染的时候 虫卵就会进入休眠期 等到再次遇到合适的水源 也就是水温 酸碱度等等条件 都适宜的情况下 虫卵便会终止休眠 幼虫破壳而出 那么如此神奇的物种 到底从何而来 它是一直以休眠形式存在 还是外来的不速之客呢 大友问一下 您今年高瘦 75 75 身体真硬朗 大友问一下 您见过这虫子吗 没看过 就您活动的大年纪 没见过这个 没见过 第一针过后 它才出现 来寿村的村民告诉记者 他们最初见到这个物种 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 有人曾经猜想 会不会是在地震当中 随着地层的剧烈运动 深层土壤被翻到了表层 后中的卵 借机从地下来到地表 进而遇水复活的呢 就是地震后 不想把地下药切 然后它再使用它来处置 它才生成地料 专家向我们介绍 龙门山脉是四川地区 强烈地震多发区 自公元1169年以来 共发生破坏性地震26次 其中里是6基以上地震20次 在这一地区 依次排列了三条断裂带 分别是茂问断裂 也叫后山断裂 映秀北川断裂 也叫中央断裂 还有一条都江燕断裂 也叫前山断裂 专家告诉我们 512地震属于中央断裂 发现后重的来寿村 距离当时的震中 硬秀阵43千米 那么这里在汶川地震中 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地震这种地质灾害 真的可以将深层土壤 翻到地表吗 专家告诉我们 地震的产生 是因为地上沿层受力后 快速破裂错动 而引起地表的震动 地震波的传播方向 分为横波和纵波 人在地面分别会感觉到 左右摇晃或上下跳动 其中以左右摇晃为主 到底地震会对地表 甚至地下的土壤层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在专家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 彭州市白鹿镇的一所学校 现在这里是一座地震博物馆 512地震发生时 它正处在一条断裂带上 你看这个地方啊 这条断裂是最明显的 512地震 这就是现在留下的这个痕迹 其实原本这两个教学楼 应该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在一个水平面上 所以说这个一挤压之后 这个往这么一推了 所以说它就整个抬升 就形成这么一个台阶式 专家告诉我们 地势平缓的地方 地震的破坏力最大可以达到 我们看到的这样 将原本一个水平面的建筑 部分抬升 但不会造成深层土壤 翻覆地表 专家据此推测 地震对处于平缓区的 来寿村田块 并不会产生地层翻转 这样的影响 就08年地震的时候 您家这块田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变化 通过仔细观察 专家发现 注入田块的水源 来自一条绕村而过的沟渠 村民告诉我们 沟渠就是他们灌溉用的 公共水源 是从山里引下来的山泉水 既然是公共水源 为什么后虫 只出现在一块田中 究竟刘里杰家的田 有何特别之处呢 经过对全村耕地布局的了解 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从公共水源引出的水流 在来寿村 最先到达的是小刘家的田 也就是说 发现后虫的这块稻田 是整个村子中最先注水的 而且这块田 进水口的位置 是整个田块最低洼的地方 后虫虫卵进入田块后 便被保存在这里 一旦条件适宜 虫卵便会遇水浮化 而在进入繁殖期时 由于这处水洼的蓄水特性 和雌性后虫 会选择固定地点 进行产卵的生物习性 就这样年复一年 全村水田灌溉的进水口处 便成为后虫群体公认的产卵孵化地 而这块田 也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专家推测 后虫的虫卵 就是通过泉水的搬运功能 来到来寿村的 这时 记者突然想到了 设置组第一次进村 向村民了解情况时的一幕 按照这位村民的说法 后虫十几年前便出现在龙门山中 而虫卵的原始生境 很可能是在山上某个地方 考察组决定夙缘而上 探查村里稻田灌溉用水的源头 是否会有后虫的踪迹 两个小时后 考察队进入了龙门山中段区域 坍塌的滚石和连根拔起的枯树 随处可见 但一片不起眼的小水蛙 却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儿很浅的一点水 都有这么多蝌蚪在这里生活 而且这块地方还是曾经发生过泥石流的 可见就是生命的顽强性 后虫也是一样 只要有水的地方 它就有可能生活 就是后虫其实也可以生活在这种水里 只要几厘米深就可以了 对 只要几厘米深 后虫也可以出现在这种水体里边 专家从水洼中动植物分布情况推断 这处水洼是在一个月内形成的 专家告诉我们 在地震和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这里会出现局部山体崩塌或碎石滚落现象 山上的泉水在流经这种缺口地段时 临时改道 便形成了这处水洼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我们又陆续看到了一些 地震和泥石流灾害后出现的 新的水体环境 而水流走向也进一步证实 隆门山的这些泉眼 应该就是包括来寿村在内的 附近村落周围水渠的上游来水 专家告诉我们 眼前这些生物存活的水环境 不仅与后虫的生存环境吻合 而且是可以与后虫共生的 考察队沿着山路逐渐攀升至半山腰 眼前一个落水洞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带路的村民告诉我们 要想继续速流而上 就要沿着另一个方向绕过落水洞区域 才能继续上山 考虑到天色已晚 考察队决定第二天改变路线 绕过落水洞直接上山溯源 一大早 考察队便在蒙蒙细雨中向山上挺进 两个小时后 顺着水流的方向 一星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前 这里是否有水源 这会是后虫的原始生境吗 为了找到相关证据 考察队决定进洞探查 在黑暗的洞穴里 我们依稀能看到洞顶飞舞的蝙蝠 在翅膀的挥动声中 我们隐约能够听到前方水流的声音 专家经过检测发现 这里的水质条件很好 矿化度极高 这种偏点性的水质 也非常适合后虫生存 但是考察队并没有发现后虫的踪迹 继续向前行进 我们在洞穴内又陆续发现了几种 较为古老的物种 这让记得产生了一些困惑 为什么龙门山的洞穴中 有着品类如此丰富的物种 它们与后虫这一物种的延续 又有何关联呢 带着这些疑问 考察队继续向前行进 这时洞内光线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个天窗赫然出现在眼前 原来这就是全风情 风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像石子路口一样 所以这中间就垮塌下来 那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不知道成不成立 就是说后虫的卵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可以存在 有可能就是说从外边被暗活冲进来 有可能 但是由于这的条件不适合 温度太低 它不可能孵化 如果说这个卵在某个缝隙里边存在的话 也许它还会存活很久 也许几十年 也许上百年 专家推测 之所以这个洞穴可以保存下后虫等物种 就是因为这种横温横尸的特殊环境 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区域 在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 龙门山上的溶洞便成为了生物避难所 于是一些古老的物种得以在此遗留并存活 后来因为暗河的奔流 不断冲刷侵蚀幽闭的洞穴 逐渐形成了天坑 天窗 落水洞等一系列开放的环境 2008年的地震和其后的泥石流灾害 致使洞穴内部岩石滚落 暗河改道 这都被虫卵重建天日 孵化成虫 创造了条件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村民误以为 厚重是在2008年 汶川地震后才出现的新物种 专家告诉我们 此次考察 不仅解开了彭州地区 厚重突然出现和莫名消失的谜团 而且也对龙门山重要的地质构造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日后的灾害防御工作 提供了参考 按照规律 这明年到天注水插秧的时候 这种小生灵又会成群出现 专家告诉我们 这厚重这种生物看似脆弱 但虫卵 却可以在恶劣环境当中将生命信息留存下来 这种神秘的生存法则 虽然是生物界的未解之谜 但却折射出了第一档生物的智慧 厚重作为生态环境风向标的物种 专家说 对它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以后我们的节目还会持续关注 对这种生物的研究成果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明天见